小小的碾压一下他们吧 我对此表达是 想了一下他们留着一些彩虹气体 刚起的一些鸡皮疙瘩 哈喽爱奇艺爱撩专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最怕遇上的人是谁 我觉得有 而且不仅仅是我自己觉得有 而是大家都觉得有 只要大家都觉得有 那真的是证明有 具体有不有 你们来看吧 第一轮录到第一次四名牌的时候 然后结局就先不说 但是后面大家第一反对说哇哇周深不错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期待的 突然期待着太高也不太好 小小期待一下 不仅仅是这一季录到现在 从我第一次参加跑男 以及看跑男的时候都知道 诚哥和凯哥这两个是特别可怕的 在第十季的时候 有经历过被凯哥直冲过来撕的那个记忆 所以我对凯哥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PTSD 就看见凯哥觉得很可怕 我觉得凯哥冲过来要撕人的时候 他的那个气场 就可以把人震慑住 目前来说最害怕的应该是凯哥吧 诚哥也是很可怕的 你觉得自己的哪一项能力 在成员中有信心可以排第一 唱歌 除了四名牌 为什么要除了四名牌呢 因为四名牌的信心 肯定不会排到第一 但是后面发现 慢慢有发现自己一些 哎呀 你说完就剧透了 有一些动脑 但又不完全动脑 在这方面我的信心还不错 然后推理上是不如他们的 哎呀 其实一说出来具体就会说出游戏 猜哥我都不想提 那个对我来说就是 完全就是完全可以的去小小的碾压下他们吧 猜磕这方面我觉得都不算在考虑范围内 对对对 但我觉得小有的时候可能像动脑啊 像把他倒过来啊 之类的 倒过来倒过去啊 打到顺序啊 挑战自己啊 这些信心上面还是不错的 就是挑战自己这一块 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咱们第一期里面就有一些运动 我觉得是超过 诚哥或者凯哥 他们对我的预设范围内的 所以就是挑战自己的信心上 应该算是第一的 在户外录制节目 跟歌迷和路人互动时 有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我目前印象中第一次好玩的时候 就是叫白鹿叫白鹿虚 白鹿虚 这个我觉得很好吧 有网友说你遇上白鹿 光看图都自带声音 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复的 我对此表达是 你们是对的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跑难给我的感觉 和给我自己作为跑难观众的感觉 就是所有的快乐 或者所有的一些心理的感受 都是非常直接可以传递给观众的 通过照片可以传递出来 那看看我们节目的话 就会更浓烈一点点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里面所有经历的感动啊 开心啊 所有的一些惊喜 都是由心去出发的 所以也希望可以 首先是很荣幸可以在奔跑吧 去陪伴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 感受到所有的快乐 希望可以让大家轻松一下 你的在家必备好物是什么 手机 吃的零食 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是什么 在家 唱歌 其实往往第一个才是正式答案 大家懂得怎么懂 宅在家是我坚持最久的事情 但是为了奔跑吧 我觉得就是 在私民牌的战力 只要稍微增强一点点 我是在慢慢的在进行一些 运动 真的是有 兄弟团中你最喜欢发谁的表情包 我发一些猫猫狗狗的表情包比较多 但是我们经常会在我们录制过程中 抓拍到很多杀哥的表情包 那你可以模仿一个你最喜欢用的猫猫狗狗的表情包吗 猫猫狗狗 猫猫狗狗有一个就是 也有有个猫然后就别人还拍他一下 他就是怎么了 你对什么样的夸奖毫无抵抗力 因为想了一下他们留的一些彩虹气体刚起的一些鸡皮疙瘩 就是你也看到他们想尽办法的用不真诚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真诚的心 就是我也不太懂为什么要这样绕的被打弯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所有的留言我都会很喜欢 就是我们一个互动的方式 最不能接受什么颜色从世界上消失 蓝色因为我很喜欢蓝色 而且我的歌迷们他们经常就是支持我的颜色是蓝色 但是如果是说穿搭上穿搭上的话就是黑白 米克进DNA里的拍照姿势是什么 怎么会把他的镜头挡住 怎么把麦拍挡住 做人太难了就这样吧 就是感谢生米对我的支持 无论是评论还是收到的信 我都可以看到 给我很多很多源源不断的能量 所以谢谢你们一直都可以陪着我 然后我还是之前一直说的 就是无论你在哪我都在这里 只要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都在这里陪伴大家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热爱自己的生活 热爱自己 好好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们生活当中 锦上添花的那个东西 但是你们在你们雪中送炭需要我的时候 我也都在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在这 就nov了 快点儿 从小时 吃 safe 看 我都在健康 我都在 我都在然后 你又是 我都在做 你这 我都在